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同学们说师父这次新加坡法会 就说是真的是为众生 也背到很多泪啊 真的是这样 泪的了都趴下来了 我的手很热很热 都是菩萨在身上的 跟他们很多人握握手 很多人的手冰冷 像一块冰一样的 哎呀 要温暖他的心 心疼啊 真的看见那些老妈妈 因为我跟他们握手的时候 我在想 很多老妈妈说不定 明年我就见不到他们了 或者就是 我有这种心 所以我很感动 所以我把他们当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很爱他们 所以一个人要有这种菩萨的境界 他就不会在人间产生这种恶念了 我觉得他们这些老妈妈真的很可怜 他们要看台上一次不容易 他们听了三四天的法会之后 他们热血沸腾 他们回到家里 他们家境自尽的精进努力 在这里得到菩萨的加持 感受到众生 佛友义工对他们的爱 你说说看人间 这个三天相当于人家三年的爱啊 真的 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 他们同学说 从法会回来之后就感觉回到了凡天 在法会上就是净土 就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他们真的很发喜 师父看了也开心 大家义工啊 给他们做饭啊 弄啊 天天在一起啦 开市啦 坐在那里发喜充满了 真的 有时候我看见他们在外面很热 满头大汗在等着师父 其实我心里很疼的他们啊 你要知道啊 真的 这个众生对你的爱并不是对我啊 他们实际上是因为师父弘扬的佛法 佛法是我们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 我这次在法会上讲了一句话 我也是真的讲得非常的感动 其实师父是一个最幸运的人 你们想想看 这么多全世界 这个上千万的人 学心灵法门的人 都是观世音菩萨在 不知道多少世以前 都是波下的种子啊 都是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的人啊 只是师父在末法时期 替观世音菩萨在收割 这个善果啊 我说我多么的幸运啊 不要以为是师父的能量啊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福德啊 是的 是师父 其实我们众生爱师父 就是爱观世音菩萨 师父你很辛苦 真的是这样 所以所以师父也是很幸福啊 所以我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回事 我从来没有公告我们 我就觉得观世音菩萨给了我很多 观世音菩萨我是最幸运的人 因为我在替观世音菩萨在收割 这种善良的果实啊 我是这么想的啊 我不是说我觉得我很了不起 我从来没有啊 所以大家才看到师父这么爱啊 如果我有公告我们他们从我的眼睛里 行为上他们都看得出来 现在的人没有傻瓜的啊 从人家表情上都看得出你是真的爱别人 假的爱别人人家看不出来的啊 是的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啊 师父对我们的心真的是大家都会看出来 你把别人当傻瓜 你是自己全世界最大的傻瓜了 现在听得懂了吗 是吧是吧 那就是就看到师父他们都很满足 真的就想看师父一样 他们就看师父 他们很开心 师父是尽量看到他们就给他们加持 不过呢 的确是厉害 那个头上给他们加持啊 哎呦浑身发着 马上发麻 前面就是这样的 还有的人呢 我给他握手的时候 他拉着不放 他说都在上给我妈妈加持 给我妈妈加持 妈妈痛得来腰直不起来 过一个多小时跟他妈妈打电话 这是马来西亚一个佛友 一打电话之后 跟他妈妈说 妈妈刚刚台长师父跟我握手的时候 我说跟妈妈加持加持 他妈妈说 哎我现在好了呀 什么时候好的 一个小时之前 哎真的 开心的来讲给我听的 这是他们跟师父讲 就是跟观世音菩萨在讲啊